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啦 那么今天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每月一报啦 就是关于这个2019年呢 在农历12月呢 这是最后一个月嘛 那么到底12生肖上面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啦 那么呢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有更多发布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啦 那么也要听听旧的粉丝们 记得也要打开小铃铛哦 那么到了这个农历12月呢 已经是来到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啦 那么很多人呢 其实呢都会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 开始呢会去思考呢 到底在2019年的所有的计划 到底有没有实行 那么也会开始去思考呢 到底自己的在2019年的获得 或者是失去的啦 那么心情呢 相信呢也是久久不能平复啦 可以说是几乎一整个月呢 都会处于这一种的心情啦 当然也是会有期待一下 农历新年的来到 自然呢 也会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财运的部分啦 对不对 那么相信呢也是有一贯人呢 会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一些作风 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 诶思考的过去哦 有一些的部分呢 可能做的不够好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要如何去做的更好 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感悟哦 还有这个改变啦 好那么 卓格拉就不多说啦 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下 到底12生效在2019年的农历12月呢 最后一个月 有怎么样的整体运势啦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叔叔的朋友们啦 那么基本上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呢 整体的运势呢 还是不错的哦 不断的攀升 并且整个月呢 都过得比较轻松 本来呢只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去做的事情呢 却迎来不错的这个结果 那么呢接下去呢 也会看到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在工作还有学习方面呢 也会获得比较多的这个选择权啦 没有人呢 能够逼你呢 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 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做 就可以啦 那么当然呢 在这个农历12月 叔叔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哦 得到很多不错的这个机会哦 身边呢都会有人 默默的在支持着你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叔叔的朋友们呢 这个感情运势啦 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农历12月 那么在感情运势这一块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2020年的农历12月呢 基本上呢 是会有提升的 那么当生者呢 终于呢 可以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可以得到呢 比较谈得来的另外一棒 那么呢 大家呢 可以试一下去相处看看 因为毕竟呢在这个农历12月的运势呢 可以帮助到叔叔的当生朋友们呢 会得到另外一半呢 是想要一起去互相了解的 可以说呢 是一拍即合 如果不错的话呢 如果不出意外呢 会有不错的发展哦 那么在处于恋爱的这个叔叔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的时候呢 你们呢 两个人之间的磨合度呢 都会达到上升的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自然而然之间的争吵呢 还有这个摩擦呢 也会相对的减少 也就是讲说 在这个农历12月的运势里面呢 恋爱的叔叔朋友们呢 可以更加的体谅 更加的理解对方 以及更加的包容对方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2019年农历12月叔叔朋友们的这个工作运势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来讲的话 基本上 叔叔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运势呢 都可以达到上升的 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呢 干出一番成绩来 工作的状态呢 是非常好的 排除一切外界来的这个干扰 纯新的投入 其中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足 并且呢 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 甚至呢 可以跟你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交交者呢 进行一定的交流啦 是一个不断学习呢 还有提升能力的这个好机会 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运势呢 可以让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呢 得到不少的提升的哦 那么接下来呢 相信大家呢 最想要看到呢 就是这个 叔叔的这个金钱运势啦 农历12月呢 叔叔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你们的财运呢 其实都挺好的 虽然有一些细小的这个支出哦 但是呢 总和加起来呢 并不是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啦 那么相对的来讲呢 反而是收入呢 高处你的支出呢 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那么在这个经济方面呢 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哦 可以让你们呢 购买任何你们想要买的这个东西 叔叔的朋友们 在这里要提醒你们哦 你们对自己呢 是非常的大方 可是对你们周遭啊 的家人啊 或者是朋友们来讲的话呢 就比较抠门一些 那么这个习惯呢 可能稍微呢 要去调整一下 毕竟有时候呢 投资在家人 或者是在 投资在某一些的 这个朋友身上呢 反而呢 可以让你在某一些的 这个运势上面呢 可以得到提升的哦 好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叔叔的朋友们的这个健康运势啦 在健康运势基本上呢 也不会差到哪里 是可以算是上等的哦 那么一整个月下来来讲的话 基本上呢 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病痛的出现 那么身体呢 还是保持在这个健康的状态 不过呢 偶尔呢 可能会觉得腰酸背痛哦 或者是头脑晕沉 这可能呢 都是因为啊 没有得到足够的消息 还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只要自己呢多加留心 多加注意呢 基本上呢 很快都可以调整过来啦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呢 要提醒叔叔的朋友们 尽量要让自己保持在这个 稳定的健康状况啦 那么本院呢 叔叔的朋友们 你们的幸运方向呢 是在南方 还有你们的这个开运地点呢 是在公园的啦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第二支生肖 就是属牛的朋友们 在农历12月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在农历12月呢 那属牛的朋友们 其实你们的运势呢 属于还行的这个状态呢 就是讲说在前半个月呢 可能你们会受到别人的这个限制 也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运势 身边呢 充满了负能量哦 整个人也会变得 不要消极和沮丧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会让属牛的朋友们呢 对自己的生活呢 是没有什么样的憧憬 还有这个期待去啦 不过呢 到了后半个月呢 自然呢 这一些的运势呢 都会慢慢的调整过来啦 所以在这里呢 属牛的朋友们呢 在后半个月呢 就会对自己牵钱的这个行为呢 去做一些的仿石 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存在不足的地方 那么呢 也能够去尝试挑战 也会呢 去尝试呢 多一些的新挑战 即使呢 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消极的环境之中呢 也可以让自己 积极起来啦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牛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的这个感情运势啦 那么在这里呢 属牛朋友们在农历12月 你们的感情运势呢 是有所下滑的 那么在这里呢 要注意一下哦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部分的属牛的朋友们呢 你们虽然已经展开了新恋情了 但是有可能你们会跟 之前的有藕断失联 这样子的格局出现 两个人呢 可能是因为没有把话说清楚 也有可能呢 就是讲说呢 哎 你们呢 还在对过去呢 是有一些的留恋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 会导致到属牛的朋友们的 内心的想法呢 是会有一些的动摇 变成导致到 你们并不懂得 要怎么样子去做选择 有了家庭的人呢 更需要去重视呢 就是你们两个人 夫妻的这个感情的培养 其实生活呢 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爱情呢 永远不会过时 永远可以浪漫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属牛的朋友们的这个工作运势了 那么在农历12月的这个月份 属牛的朋友们里面的工作运势呢 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当前稳定的工作呢 还是算比较满足的 但是呢 外界呢 却又充满挑战 看着别人呢 往前冲 这些心理呢 也产生了一定的想法 但是呢 部分的属牛的朋友们呢 还是呢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保持这个逃避的态度 因为属牛的朋友们呢 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 但是呢这样子的情形呢 反而也会让属牛的朋友们呢 造成自己十分的这个纠结 因为他们毕竟呢 也想像朋友这样子哦 或者是说身边的人这样子哦 一起冲上哦 这个干劲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状态呢 如果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迟迟不去解决他的话呢 可能还要保持很久哦 记得 如果可以的话呢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次挡量哦 去冲一冲 要记得 失败是成功之母 就算你失败 也不要灰心啦 至少你尝试过 属牛的朋友们 记得这一点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在农历十二月的 这个金钱运势啦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的金钱运势呢 在十二月呢 还是不错的哦 毕竟你们能够 抵抗到自己的 这个消费率啦 那么在本月的支出上面 属牛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呢 都会去买一些的 都是比较属于必需品的 那么至于那些 奢侈品来讲的话 属牛的朋友们 在这一个月 基本上呢 都不太会去动啦 把省下来的钱呢 都留着积蓄 开始有了更长远的计划 加打算 那么有一部分的 属牛的朋友们呢 可能想要用这一笔钱呢 去做一些的投资 那么也有一些部分的 这个属牛的朋友们呢 可能是想用这笔钱呢 去买房 或者是买车 或者是 还有一些别的投资类型啦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 属牛的朋友们的 这个硬式呢 就是这个健康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呢 都还算是不错的 每天呢 都可以有足够的 这个休息时间 当然呢 属牛的朋友们 自己也是要控制一下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这个运势 帮助到你们 那么有时候呢 也会让属牛的朋友们呢 甚至会有想赖船 不想起船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这样子赖船的动作呢 就会让属牛的朋友们呢 可能在这个 活动上面啊 还有你整个人的 整体运势上面来讲的话 都会变得比较慵懒一些 所以在这里呢 除了得到足够的休息之外呢 并不意味你就可以得到健康的身体 记得也要多去外走动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也会让这个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的食欲呢 都会变成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食欲好自然呢 你们可能会吃得多 所以呢 这一方面 属牛的朋友们 要建议你们 必须要懂得去拿捏 还有稍微控制一下的啦 那么本月呢 属牛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 幸运方向呢 是这个北方 那么你们可以开运的地点呢 就是这个商场啦 所以呢 不要只想说呢 在家里面呢 躺在床上休息啊 时不时呢 可以去这个商场走一走呢 帮自己开一开运啦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虎的朋友们 在2019年的 这个农历12月的 运势是如何啦 那么基本上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属虎的朋友们呢 其实你们在 2019年农历12月的 这个运势呢 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在你们的周围呢 都可以出现 很多正能量的人 他们会带给你呢 很多非常积极的 这个想法 还有这个影响 所以让你自己呢 会想要去提升你自己 让属虎的朋友们呢 对自己呢 也提高了这个要求 朝着更好的方向 去努力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呢 每一天呢 都有事情做 让自己本身呢 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内心呢 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而满足啦 对人对事的判断呢 会更加的精准 做决定的时候呢 通常往往呢 都能够直接了当 非常的坚定果断 绝对不会浪费 一分的时间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感情运势啦 那么在农历12月 也基本上呢都会有提升咯 在这个感情运势方面 在农历12月的时候呢 属虎的朋友们呢 也会看更清楚自己本身的内心 想要的是什么 局势逐渐明朗 也会让你明白到 你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于那些无用的烂桃花呢 你全部都会拒绝掉 接下去呢 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就会好好的去经营 属于自己的感情 存心存意的去付出 就算没有回应 你也是心甘情愿 看懂感情的真谛 也愿意亲身去体验的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虎的朋友们 在2019年农历12月的 这个工作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都是非常的好 过去呢 往往属虎的朋友们呢 都会听着别人的意见来做事情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的开始呢 属虎的朋友们开始有了 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能力 也能够自己做出决定 并且付出行动 也能够呢 很好的处理呢 老板以及同事之间的这个关系 大家互帮互助 真诚相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属虎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跟这个同事啊 或者老板呢 共同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 能够在一个团体之中呢 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还有你的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呢 属虎的朋友们呢 你们是充满奋放向下的动力的啦 那么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 本身的这个金钱运势啦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哦 金钱的运势呢 也是属于不错的 基本上呢 如果说在这个过去呢 金钱上面有任何的这个纠纷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都能够得到解决的哦 该还的钱呢 都还清了 需要收回的钱呢 基本上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手中啦 那么如果说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已经把这一些呢 都已经理清了 那么就可以对你的财富呢 去做出大体的这个计划 对于这个未来呢 去打算了 在某一些方面呢 你想要有多少的收入啊 还是在某一些方面呢 你想要有多少的这个支出啊 都可以针对你目前的这个财富呢 去做出这个规划的啦 该花钱的时候呢 就大胆的去花 收入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的迅速啦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属虎的这个金钱运势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属虎的朋友们呢 这个2019年农历12月的健康运势啦 基本上属于还行啦 身体上呢 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于自我的认识呢 不够清楚 还有对这个周遭环境的这个犹豫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都会让自己本身的心里呢 有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都没有办法释怀 这样子其实呢 就有可能导致 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情绪呢 长期呢 就保持在这个低落的状态 好像无论什么事情呢 都没有办法 让自己开心起来的啦 所以在这里呢 要提醒属虎的朋友们呢 尽量呢 找一些事情呢 可以让自己呢 放下 自己一些的不认知 还有一些的犹豫 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情绪啦 然后本月呢 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 幸运方向呢 是在这个南方 那么开运地点呢 也是跟这个属虎的朋友们一样 是花园的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虎呢 在农历12月的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整体运势呢 在12月呢 并不是太稳定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绪方面来讲的话呢 也会显得比较紧凑一些 比较不稳定的一些啦 特别呢 会比较容易呢 受到外界的影响 尤其是一些小小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懊恼 进而呢 演变到了 影响到你的本身的生活 还有工作上面的这个状态啦 那么呢 这样子的情况呢 也会让你呢 本身呢 不够理智的状况之下呢 放下一定的这个错误啦 但是属虎的朋友们呢 并无需太过担心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会让属虎的朋友们呢 在接下去呢 会进而去反思 自己的这个错误之处 还有自己呢 这个做错的这个行为哦 进而去改善的啦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呢 那在这个农历十二月呢 在生活史上呢 有一些呢 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的麻烦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属虎的朋友们呢 必须花大量的时间 还有这个精力呢 在这个其中的啦 那么在感情运势这一块呢 属虎的朋友们在农历十二月呢 有这个下滑的迹象 所以导致到属虎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十二月呢 不断的会回想到你的旧恋人 当生者呢 就有可能的已经按捺不住哦 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行动 那么在恋爱中的人呢 就显得特别的纠结 和犹豫的啦 需要在道德和冲动之中呢 去损其一 因为这样子呢 有可能是自己的 一时的这个想法 就看有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处理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啦 那么在这里呢 提起属虎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是已经 组建自己的家庭的 就不要让自己 有这么多的想法 还是用心一点 去好好经营 你自己本身的家庭吧 那么在这个农历十二月呢 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工作运势呢 基本上还不错的 工作应酬呢 也会比较多 让你充满了斗志哦 每天呢 都会奔波在 不同的这个工作场合之中 你会很享受 这样子的工作状态 有想要干出 一番大事业来的念头哦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呢 房市呢 都能够上司而后行 所以任何的动作呢 都是想清楚了之后呢 才去行动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都不会出什么样的差错 各项任务呢 都完成的非常到位 和完美啦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 在农历十二月呢 的财务方面呢 有很好的这个运势呢 有机会白吃白喝 住在别人的家中呢 都无需去花费 那么属虎的朋友们在农历十二月呢 也能够懂得去运用一些技巧呢 让自己本身呢 达到最大的限度呢 避免去花钱啦 那么就比如呢 你在买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呢 也可以刚巧呢 碰上这个打折的商品 那么呢 就好像说 哎 你跟人家打赌呢 也有碰巧呢 赢得一些额外的金钱啦 不过以上呢 这些呢 都是让自己赚的一些小甜头 如果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想要赚大钱的话呢 还是 哎 把心情给收拾起来 去想一想如何去做大事业 让自己赚多一点的钱啦 那么就比如我们之前呢 讲的就是在这个 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整体运势呢 其实基本上是属于下滑的啦 所以说呢 在这个健康运势呢 也是属于下滑的 特别是在这个情绪的部分 由于这个情绪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所以说呢 在身体上面来讲的话 会因为情绪的部分呢 而导致到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 经常呢 会觉得 头脑昏昏沉沉 加上休息不够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 都会处于比较差的这个状态 在饮食上面呢 也不够注意 所以常常呢 想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丝毫没有节制 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呢 剩下呢 就是肠胃不适啦 那么本业呢 属兔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幸运方向呢 是这个东南方 开运地点呢 是在这个江边 所以时不时呢 可以去江边 上一上行走一走 也许可以让自己的运势呢 更好一些哦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属龙的朋友们呢 那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比较一邦邦的 有些地方呢 进行的是十分顺利呢 无需太过去当心 但是也有个别的方面呢 显得非常的糟糕 需要特别投入更多的精神呢 去解决事情的啦 那么渐渐呢 开始呢 有一些年纪比较大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就有可能对过去的这个回忆呢 开始呢会有去缅怀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会容易造就呢 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会掉入过去的这个怀念当中 开始呢 会后悔呢 自己之前的这个行为呢 想要回到过去 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之中呢 就少了几分的向往 这样子的情形呢 就会导致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目前的状况呢 就没有犯这么多心思 没有这么多心思呢 想去经营你们目前的这些生活状况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感情运势 那感情运势 2019年农历12月哦 属龙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你们的感情运势呢 是非常的不好 两人之间呢 很容易存在着很多的这个矛盾 以至于呢 本来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呢 却会引发出非常大的这个战争类型的这个吵架 建议呢 属龙的朋友们呢 双方呢 都需要冷静一下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既可以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把话说清楚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啦 那么当生者属龙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在这一段时间呢 都没有想要去谈恋爱的这个想法 把自己本身的心思呢 都放在去别的方面啦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会导致到当生者呢 当缘分来临的时候呢 就会擦肩而过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龙的朋友们 在2019年农历12月的这个工作运势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的时候呢 基本上工作运势是有所下滑的 这个月的任务呢 也会比较多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 就会很容易导致属龙的朋友们呢 出现手满脚乱的这个情形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这样子呢 使到属龙的朋友们呢 忙活了好一阵子呢 都没有办法理清楚 到底事情是怎么样子的发生 会有感觉都是在浪费时间 会把个人的情绪呢 带到工作上面 让自己本身呢 没有办法的冷静 做出理智的分析 导致工作上面出现了失误 给自己还有家人 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啦 后期呢 则需要再花时间去补救的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龙的朋友们 在金钱上面的运势 那么呢 属于比较一般的 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随随便便呢 就把手楼上的钱呢 拿了出去 外界的优惑呢 对属龙的朋友们 在2019年农历12月的 这个运势之上来说的话呢 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只看到了当前的利益呢 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付出 以为能够很快的获得大量的财富 但是其实呢 到最后呢 也许是没有任何的回报的哦 只不过是加入了一场的骗局而已 需要提高警惕 所以这里属龙的朋友们 切记 切记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在这个12月 就不要去参与任何的投资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哦 2019年 属龙的朋友们 你们在健康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基本上呢 是属于比较中下 时不时呢 会有这个小病小痛的这个出现 但是呢 如果可以及时呢 去得到这个医治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手尾要去跟啦 那么除了呢 要得到足够的休息之外呢 部分的人呢 自然是很热爱运动的 那如果说有一部分的人呢 你们是比较少去运动的 或者是说 长时间呢 是在这个办公室之内的坐着哦 去做工的人哦 要提议一下你们哦 要去多做运动哦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可以避免让你这些小病小痛呢 找上你们的啦 那么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本月幸运方向呢 是在这个西囊方 你们的开运地点呢 是在这个咖啡厅 所以呢 如果说平常呢 很常呢 待在家里面啊 或者是说 在这个 呃 办公室里面做工呢 坐到累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可以去咖啡厅做一坐哦 也许可以让你展开你的思维 甚至呢 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情绪哦 让你接下来呢 会更好地处理你的事情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12月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呢 是由差变好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的时候呢 懂得给自己制造快乐 就算自己本身在生活上面呢 有很多的困难 以及一些的烦恼 但是每天这个稀碎的生活当中呢 也能够呢 找到很多快乐的碎片 苦中作乐大概就是生活的意义啦 虽然说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能习惯了这样子的平淡生活 但是呢 偶尔呢 自然也会感到不满 可是属蛇的朋友们呢 却能够很快的又说服自己啦 羡慕别人的生活 但也不是属于自己的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呢 才是最重要的啦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在感情应试之间呢 是属于比较上等的 所以呢在这个2019年农历十二月的时候呢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能会遇到追求者 可以花时间呢 去了解对方 慢慢的发展下去 也许可以为你们展开更好的这个结果 当生者呢 有怀念之前的这个恋人的这个情形出现 甚至呢 会有想要复合的这个念头 基本上呢 其实属蛇的朋友们 在这个农历十二月的时候呢 只要勇敢的卖钱一步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 但是他在这里呢 要建议一下属蛇的朋友们哦 要自己想清楚 到底是不是两个人是真的合适的 重新在一起呢 会不会有更加好的这个结果哦 如果没有的话 记得哦 放开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的好的开始 那么在2019年的农历十二月呢 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工作运势呢 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们可以把自己本身的目光呢 放在未来长远的这个计划上 那么考虑一下 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 为自己本身呢 做好准备 这样子在未来你想要去做的时候呢 就会省下很多的麻烦啦 那么一整个月上面来讲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都会想说 踏踏实实的去完成 你们现在目前为止做的东西 也不会去想太多无关紧要的事情 直到自己将来呢 想要达成的成就是什么 所以心甘情愿的忍受寂寞 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做什么 只会关注自己的内心啦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运势呢 在这个农历十二月呢 基本上呢 是属于比较一般的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来讲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应酬呢 还有这个社交呢 会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呢 难免呢 会有所需要付出 那么基本上呢 在之前呢 其实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手上呢 可能就有一笔的基础 所以说呢 在接下来这个情形呢 也不会对你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啦 上半个月的支出比较多 到下半个月呢 你们就会努力的去赚钱 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添补之前的这个空缺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人情事故上面呢 也有一定的数量啊 需要去支出 那么只需要把这一个支出呢 当这是长久性的投入 就可以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属蛇的运势 基本上呢 是非常的好 身体上呢 就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病痛 就算身体上呢 有大毛病的属蛇的朋友们呢 在这一个月呢 也可以慢慢的变好 那么在这里呢 要建议属蛇的朋友们呢 可以的话呢 放下你们手头上的工作 拿一些时间来为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做一下调理 那么部分的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皮肤上面呢 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因为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工作方面呢 没有得到适当的修行呢 导致到自己本身的这个 荷膜分泌失调啦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当然就是早睡早起 养成好习惯啦 那么本月呢 属蛇的朋友你们的幸运方向呢 是在这个西北位 那么你们的开运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家里 所以不凡呢 在家里面呢 多一些的活动 可能举办一些的这个烧烤啊 或者说跟家里人啊 聚一聚啊 吃一吃饭这样子呢 可能就会让你的运势呢 过上更好的这个运势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 属蛇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 2019年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属蛇呢也对这个生活呢 有了存心的认识 对位置的情况呢 是充满着想象 还有这个憧憬的 会努力呢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么也要建议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扣余的时间呢 也要想尽办法呢 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会使马的朋友们呢 想要让自己呢 成为一个更加完美 更加优秀的人啦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也建议你们呢 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 进行思想 更新换代 改正自身 不良毛病 跟想法 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 去前进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蛇的感情运势啦 基本上呢 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呢 这属蛇的朋友们呢 在一个感情方面呢 是有了一定的这个觉悟 舍得去投资 让自己呢 好好的去打扮一方 出门的时候呢 属蛇的朋友们呢 就可以吸引来 更多的异性的去关注啦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也会有较多的机会呢 让你去参加一些的社交活动 会结交到一定数量的这个异性 那么当然在这个其中呢 也会有跟属蛇你本身 情投意合的人啦 只要好好的经营呢 就能够有所发展的哦 那么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工作运势呢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是特别好的 你们会懂得如何去发展自己的这个优势 在工作上面呢 你们可以展示呢 自己本身擅长的这个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赏识的哦 那么仍者多劳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老板呢 就会给你们更多的表现的机会啦 上半个月呢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花多点时间呢 在这个做东西方面 但是呢 到了下半个月 记得要把时间留给自己 用来提高专业能力 或者是尝试更高领域的挑战 不能安于现状 那么在金钱运这一方面来讲的 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财务呢 状况呢 是比较可观的 整个月下来呢 都没有太大饼的支出 都是一些日常用品的开销 收入呢 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况 所以手头上的这个财富呢 还是比较富裕的 如果有想要买的东西呢 基本上呢 属蛇的朋友们都可以支付得起 当然在这里呢 佐格拉可以建议属蛇的朋友们呢 可以把这些钱呢 留下来 以便呢 在未来 如果你想要有更大的发展 想要走不同的方向 想要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都有这笔钱 可以去支撑你完成啦 那么在于健康方面来讲的话 属蛇的朋友们 基本上是属于上升的状态 身体的状况呢 一天比一天好 属蛇的朋友们 终于明白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就算有再多的任务呢 属蛇的朋友们都不会牺牲身体呢 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那么在固定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呢 还有固定的时间呢 去做这个锻炼呢 自然呢 可以为属蛇的朋友们 你们身体的体抗力呢 提升到一个点 那么自然呢 在运动呢 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呢 分辨一些的荷尔蒙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呢 情绪呢 都可以得到一些的品出负能量 负情绪的这个做法 那么本月呢 这个属马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幸运方向呢 是东南方 开运地点呢 是在这个酒店 不凡呢 如果说呢 有任何的亲戚朋友们呢 刚好有这个酒席 有这个喜庆的这个节日呢 都可以去蹭一蹭 这个运势的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农历舌月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整体运势啊 基本上呢 都是属于上升的 运势还不错哦 那么在这个农历舌月属羊的朋友们呢 如果说你们遇到困难的话呢 会有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说呢 你无需的太过去烦恼 如果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但是呢 在这里呢 要提起属羊的朋友们呢 因为在这个农历舌月呢 可能有某一些事情呢 让你们呢 产生心态上的问题 开始变得松解 不想去努力的啦 虽然说暂时的放松是可以的 但是呢 建议属羊的朋友们呢 尽快把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 给调整回来 重新投入这个充满挑战的生活当中 去找寻自己的这个价值啦 那么在于这个感情方面 属羊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19年的农历12月 当生者呢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异讯对自己的这个好感 但是呢 在这个话还没有说清楚之前呢 两人呢 是保持着比较暧昧的这个状态 那么处于恋爱当中的人呢 时不时呢 在生活之中呢 会得到一些的小惊喜 对于另外一半呢 是比较满意的 两人呢 也有更加的长远和打算 如果呢 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的话呢 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把婚事给办了他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的 这个工作浴室 那么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 基本上你们的工作硬室呢 是属于比较一般的 自己的能力呢 已经不太能够满足到 这个工作上的需要了 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的难题 这样子的话 会让属羊的朋友们 深深的体会到 自己本身的能力不足 所以这里呢 要提醒属羊的朋友们呢 必须要抽一些时间来 好好的去提升一下 自己的这个能力啦 给自己充充电 那么在学习之后呢 自然可以应对呢 这个工作上面的 一些的这个需求啦 但是在长期性来讲的话呢 也会建议属羊的朋友们呢 可以比较规律的 去规划一下 让自己呢 有这个长期性的学习 以便呢让自己呢 不落于人后的啦 但是在这个金钱方面来讲的话呢 属羊的朋友们 在2019年的能力12月呢 基本上是还不错的 尤其是你想要赚来的钱呢 基本上呢 都不会太难可以赚到钱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 都可以让自己得到 财富上的这个收获 所以呢 手楼上呢 自然而呢 就可以累积到一定的财富 对金钱呢 并没有这么在乎和迫切 那么在这里呢 建议属羊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到底要如何呢 去利用这笔财富呢 去创造更多的财富的啦 如果呢 只是把这些财富呢 放在手中呢 就会导致到它贬值 投资呢 才有更多的收入啦 那么在于这个健康运势方面哦 在属羊的朋友们呢 在12月呢 要注意呢 就是这个饮食方面 那么有一些属羊的朋友们呢 可能比较难控制自己吃东西的欲望哦 常常呢 会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不仅呢 造成了肥胖 还容易导致上火的哦 不管在哪一方面来说呢 都是对身体呢 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还是多吃一点清淡的食物 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的肠胃 让自己的健康呢 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啦 那么本月呢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的幸运方向呢 是在于西方 那么你的开运的这个地区呢 就是在于这个超场的啦 所以不妨呢 在吃了比较高热量的食物之后呢 可以去超场哦 做一下运动的啦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整体运势啦 那么基本上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内心呢 是属于比较平静的 所以在运势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算得上不错 遇到再大的问题呢 都能够冷静地去对待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会显得非常坚定 跟果断 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也能及时伸出援手 在工作上面呢 也会获得比较多的信心 能力得到了肯定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促使到属猴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感情运势啦 那么可以讲呢 在这个十二生肖里面呢 这个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感情运势呢 是最好的哦 当生者呢 不仅能够遇到桃花 而且呢 都是优质的桃花 脱当呢 肯定是指日可待的 那么在正常恋爱当中呢 这个情侣们呢 属猴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得到一个 相当不错的甜蜜的提升 两个人呢 都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这个甜蜜 以及这个相处的方式呢 不会有这个太大的争吵 甚至呢 会去避免争吵哦 让大家都不会有机会 说出分手的这两个字了 那么在这里呢 要提醒属猴的朋友们呢 懂得真心呢 就可以让自己呢 的爱情呢 走得更长久哦 包容和理解是 延长爱情保质期的 这个有效物品的哦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猴的朋友们 这个工作运方面 工作运方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是属于不错的 那么经过一段的时间呢 这个沉淀啊 学习还有锻炼啊 接下来呢 都让属猴的朋友们 在能力上面得到 大大的提升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在能力提升之后呢 完成一项项目之后呢 都可以让周边的人 刮目相看 看到你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能力得到肯定之后 相信属猴的朋友们 肯定呢 对自己呢 会有更加的自信 以及更加有动力的啦 那么在这个月里面呢 属猴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在公司里面呢 有完成一定的这个工作量呢 也会让大家呢 对你这个工作量呢 看到你的能力的存在 那么自然呢 对你们未来的这个职位提升呢 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哦 好 那么在金钱域方面来讲呢 属猴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12月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呢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促使属猴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12月呢 更懂得如何去运用优惠呢 去购买你想要买的东西 从而呢 可以让属猴的朋友们 省下一大笔钱 虽然看着呢 它并不是什么样的大钱 但是呢 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呢 还是属于比较大的一笔财富哦 那么属猴的朋友们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在赚钱的时候呢 也会懂得利用一些的技巧 让自己呢 更快捷的 赚取自己想要的这个钱财 但是在这里要提起属猴的朋友们哦 这之间呢自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那么如果一不小心来讲的话呢 也有可能会导致到 这个钱财方面呢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的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健康的状态呢 是越来越好 不会再为了一些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呢 影响了自己的这个情绪 皮肤状态呢 也会越来越好 想要减肥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好好的调理一下 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 并且呢 这四单的运动也可以短短的在这个一个月里面呢 让你们看到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啦 那么在这里呢 要提起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 无论你是驾车还是走路呢 都必须要有安全防范的这个意思啦 那么在这个本月呢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幸运方向呢 是在这个西南方 开运地点呢 则是游乐园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属鸡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属鸡的朋友们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基本上呢整体运势呢还是算可以的 只是说呢比较容易呢会遇见一些小人呢出来搞事情 想要挑战你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多多少少呢都会受到一些的这个影响 不过呢记得要把话给说清楚 那么之后呢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 你有把话给说清楚的话呢 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那么这种事情呢 基本上呢都是非常的费心费力 到最后呢都会觉得很疲惫 那么属鸡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12月的这个运势之中呢 会有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家庭 把重心呢放在家人身上 不管再怎么样的忙呢 都会去陪伴自己身边的这一个人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鸡的朋友们的这个爱情运势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 爱情运势属鸡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呢是属于比较一般般的 当生者们呢不敢直接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一直在犹豫不决 也不敢呢接近自己喜欢的人 都是属于观望的状态 那么由于很长的时间下来呢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属鸡的朋友们你们的内心呢 是非常的煎熬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自然而是需要一个契机呢 去让他们可以正式的表达出 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感受 不管结果怎么样呢 都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心情给示范掉 这样子呢才不会整天呢 在纠结于这样子的事情上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属鸡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运势上呢 是比较差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与同事之间呢 这个光线呢会闹到比较僵 可是呢上班的时候呢又不得不在一起工作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在工作上面的一些问题处理起来呢 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哦 而且呢大家的情绪呢也不太稳定 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大家相见面的时候呢 自然呢都会有一些的尴尬 或者是心里会有不舒服的这些状况出现 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加的让属鸡的朋友们呢 在这一个12月的时候呢 会更没有心机的把事情给做好它 所以呢工作呢并不是那么如意 结果呢也不会如预期般这么的高啦 那么属鸡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农历12月的时候呢 最主要呢就是这个偏财运部分呢 是有相当的不错的哦 那么在偏财方面来讲的话呢 会有帮助到很多进账 自然这样的情形呢 就可以颁补到你在生活上面的很多部分啦 可以满足到自己的生活需求 完全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中间呢 有可能呢 属鸡的朋友们呢会遇到有朋友呢 想要跟你去借钱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建议属鸡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考虑的是 你们自己本身现在的现实情况 如果手头上的这个财富呢 真的是比较充裕比较富足的话呢 那么借钱给朋友们自然就不会是问题 那么如果自己本身的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 都遇到这个财务比较拘谨的状况的话呢 就不要把钱给借出去 否则为难的就会是自己啦 那么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属鸡的朋友们 你们的健康运势呢也是颇好的 尤其是在这个12月的时候呢 可以让自己本身呢 这个心情呢就处于比较开心的状况 那么保持一跃的心情呢 自然呢 也可以让自己本身的整个身心呢 都是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 那么属鸡的朋友们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需要比较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视力上面啦 那么在工作方面来讲 我们知道了 现在的时代嘛 是科技时代呢 很常呢都要面对这个电脑 那么建议属鸡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们在工作之外的这个时间呢 都尽量呢 不要去面对这个电子产品 可以到屋外呢 去放松放松 不要让自己的眼睛呢 有太大的压力啦 吃完饭之后呢 可以到户外去走走 这样子呢 不仅帮助你的视力呢 也可以帮助你在身体 还有身心上面呢 达到一定的疏解的作用啦 那么呢 本月呢 这个幸运的方向呢 给属鸡的朋友们呢 就是这个正西方啦 那么还有这个开运的部分呢 就是在马路上 所以说呢 在这个月呢 希望呢 可以建议属鸡的朋友们呢 多去外面上上步 走走一下 看多点绿色的植物 这样子呢 不但可以帮助到你的眼睛 舒缓这个压力 也可以帮助到你 开启一定的这个运势哦 好那么介绍我们就来看 属狗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19年的 农历12月的运势啦 那么在上半个月的时候呢 做事情的时候呢 都会有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 当心这 当心那 有太多的这个顾虑 但是呢 无需太过担心这个情形 因为在这个12月里面的 属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得到别人的影响 而突然间开窍的哦 在下半个月的时候呢 就会放心大胆的去干事情 可以去尝试一下 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做 却没有党量去做的事情 也算是了结了自己 2019年的这个一专心愿 结果呢 有可能会让属狗的朋友们 意想不到哦 原来自己本身呢 还是有这个无限的潜能哦 只不过之前呢 是没有发现罢了 那么在这个 爱情运方面来讲的话 属狗的朋友们呢 这个农历12月呢 基本上运劲呢 也是算好的哦 那么在这个当生的 属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会有主动去寻找 爱情的这个迹象 就算知道自己没有太大的希望呢 也会努力着去尝试 不去试一试 就不知道 未来的结果会是如何 说不定跟自己预想呢 是恰好相反 恋爱中的属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就很快有步入 这个电坛的这个迹象 那么呢 你们也在未来的这个打算呢 有很多的 憧憬 还有这个想法 只要呢 是共同的目标呢 就必定能够 携手一起的走下去啦 那么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的 工作运势上面呢 基本上呢 也是算不错的 你们可以在生世熟虑之后呢 做出你们想要的这个决定 那么你们的这个运势呢 也帮助到属狗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12月的时候呢 做决定呢 也非常的果断 绝对不会有 拖泥带水的这个情形出现 这一点呢 可以让你的生活之中呢 加了很多的分 那么刚刚步入这个职场的人呢 跟前辈呢 相处呢 可以属于是非常的融洽的 也可以很好地得到前辈 或者是上司的体会 让你呢 可以在这个环境之中呢 比较容易熟悉 还有学习到 增加你的这个能力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的金钱运势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 其实还行 所有的这个收入以及支出 都是属于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虽然收入呢 其实算是挺多的 但是呢 开销呢 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属狗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可以保持到稳定的状态呢 基本上呢 就已经是非常的不错的啦 那么部分属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购买欲望呢 是非常的强烈哦 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 当然这些呢 也是自在 你想要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所以呢 在这个赤柱呢 用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质量呢 自然而然都会要求的比较高一些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 你的花费就会比别人大得多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2019年属狗的朋友们的 这个健康运势 在2019年农历12月的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的健康呢 基本上呢 由于你可以保持的这个 早睡早起的情形 所以呢 在健康上面呢 还是不错的哦 虽然说在这个12月里面呢 有可能某一些的时间呢 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要熬夜 但是呢 由于几天的这个熬夜呢 并不会直接太大的影响 对到你的这个健康状况 所以呢 是无伤大雅了 但是呢 建议属狗的朋友们 要尽量的调整回来 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么在这里呢 要特别注意的属狗的朋友们呢 就是你们的脊椎的问题 那么脊椎呢 如果说有发现有一些酸痛的话呢 记得要尽早的去留医 虽然说呢 有可能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劳累导致 但是呢 并从浅中医 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发现 这些问题来讲的话呢 你又不知道是如何导致的 又或者是说你知道 但是呢 你也不懂怎么样去解决的话呢 记得尽早去求医 那么接下去的问题呢 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哦 好 那么本月呢 属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一个幸运方向呢 就是这个西北方 那么你们的开运地点呢 是超市 所以不凡呢 有空的时候呢 可以去陪妈妈啊 或者是陪家人啊 陪老婆啊 多去超市 走一走啊 买一些的必需品 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 也可以帮助到你 打到开运的这个效果啦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 属猪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19年农历12月的运势 那么在这个月 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呢 是属于比较悠闲和悠灾 悠灾这样子的 并没有什么太过紧迫的任务 时间安排呢 都比较轻松了 有较多的时间呢 是属于你自己可以去安排的 想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都能够实现 身心呢 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这个解放 轻松啦 那么属猪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农历12月的时候呢 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总是希望呢 能够在别人面前呢 呈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给大家去看的啦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 自然会让你自己呢 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就会让自己呢 压力呢 自然就会增加啦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这属猪的朋友们呢 这个2019年的这个爱情运 那么基本上呢 在这个农历12月 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个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在爱情运呢 也是属于还不错的这个状况 有机会呢 和这个心仪的对象呢 可以认识到 了解更多 那么这样子呢 自然可以让你们呢 之间呢 可以很容易插出这个火花啦 那么当生属猪的朋友们 在这个农历12月呢 就可以好好地把握机会 这样子的话呢 就有机会让你找到 你的人生的另外一棒啦 那么有对象属猪的朋友们呢 反而呢 偶尔呢 会有一些的小争吵 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呢 这些都是无三大雅 反而还能够增进感情的话呢 偶尔一小吵呢 反而还是一个提温剂哦 那么这样子呢 也可以增加你们彼此之间的了解 也能不断地磨合 以及适应啦 那么在工作运势上面来讲的话 农历12月属猪的朋友们呢 你们都可以遇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工作 所以做起来的话呢 自然就是得心应手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就能完成你手楼上的工作 效果呢 也是你所想要的 这个你所当然的效果啦 那么自然呢 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与同事之间的相处呢 也会变得更为融洽 大家遇到问题呢 都会互帮互助 是真诚相待的朋友 不仅仅只是工作上的伙伴 在一个团队之中呢 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凸现自己本身在这个团队之中的价值性 那么在这里呢 要提起鼠猪的朋友们 你们在2019年的农历12月的财运运势呢 基本上呢 不算太好 会导致到你花钱没有节制 刚刚拿到工钱就一致 买买买 把钱呢 都会花到差不多了 剩下的时间 立志能够省次减用 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会导致到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生活质量呢 大大的降低 而且呢 也会在你遇到紧急事情 想要挤用钱的时候呢 拿不出手哦 只能够找人家去借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自然会让你的日子呢 过得非常的紧迫啦 那么这种的花钱习惯呢 要是你不干净利落的 去把它改掉它的话呢 接下去自然也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麻烦的哦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属猪的朋友们 在农历12月的健康运势 有下滑的这个迹象 那么由于呢 在这个饮食方面呢 毫无节制的 去吃一些高热量的 这些食物呢 就会很容易导致到 你的牙龈还有光洁呢 产生这些疼痛的状况 那么并且呢 这样子的情况呢 还有可能让你得到 这个口腔溃烂 肠胃上面呢 也会食肠的不适 所以呢 在这里要建议属猪的朋友们呢 如果说是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抽个空 去检查一下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 把身体上面的问题呢 全都找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才比较容易对症下药啦 把毛病解决了 就算没有问题 也能够为自己 换一个安心啦 好那么本月呢 这个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幸运方向呢 是这个东北方 那么你们的开运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图书馆 所以不凡呢 可以去图书馆走一走 或者是说 你想要带朋友啊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呢 想要去一个 比较亲近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去图书馆啦 好以上呢 就是这个图格拉 为大家分享的 这个农历12月2019耶 就是2019年 最后一个月的 这个12生肖运势啦 那么当然呢 主格拉在这里呢 也要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旺事如意啦 那么希望呢 大家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呢 都可以过上顺足的一年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影片呢 都会陆续的发布 接下去呢 也会有一个接财神的影片呢 也会发布啦 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接财神 用什么样的物品 去接财神啦 那么大家如果 还没订阅我们频道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大家也记得要去Follow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有收到通知的话呢 也可以查看 我们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到底有没有在发布消息啦 好 那么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